新媒体新时代中天化界演出 终于最后鼓起勇气 求婚抱得美人归 躺在双人枕头上 才能一起看月亮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来啦啦 谢谢大家 抱一下夫人 好 谢谢 亲亲抱抱晒恩爱 明明不是问题 宋楚瑜陈万水 相差于最继续恋 这一牵手就是23个 婚纱照片早已泛黄 那一年宋楚瑜26岁 还在美国伯克莱大学念硕士 陈万水27岁 他曾说 曾没想过会嫁给一个 比自己还小的男人 那万水姐姐有说过 她原来有男朋友 那后来帮人家介绍宋楚瑜 介绍来介绍去 结果自己就介绍了自己 那也有人说 其实她心中本来就爱念宋楚瑜 在家排行老大的陈万水 乐观开朗 懂得照顾人 当年看宋楚瑜留学辛苦 得洗盘子付生活费 替她介绍到图书馆工作 帮幼稚弟弟脱离苦工命运 种下宋楚瑜心中爱苗 在某次出游时 斗胆用请老天作证 大地唯美的台词 向陈万水 求婚成功 陈万水的耐心细心 想抓住另一半 不用劳心猜心 但却挡不住宋楚瑜 热衷政治的决心 对政治没兴趣 偏偏嫁了个 浑身政治细胞的宋楚瑜 从美国回台湾 看着丈夫一路闯荡政坛 陈万水知道 拦不住了 欢迎来解决 大家好 欢迎来解决 我想你要劝一个男人 不要做什么事情 就像我们那一辈的就任命了 他肯这样子 这么热情的 在替大家服务 我觉得很骄傲 陈万水说过 不后悔陪宋楚瑜追求梦想 造势舞台上 他激动 扫街败票 他比谁都投入 我就不相信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人 会跟他们所说的 只有他们会改革 只有他们爱台湾 我们爱不爱台湾了 2006年 宋楚瑜参选台北市长 陈万水惊传身体出状况 停止助选 终于换到丈夫承诺 选输了就退出政坛 陪万水 悠山万水 其实所有成功的男人 后面有一位受到折磨的女性 万水吗 我在玉山的山顶 最高 最高点 爱到最高点 I love you 当省长登玉山时 宋楚瑜隔空示爱 电话力一边的陈万水 当时吓一跳 只能吐出 Thank you 他曾剖析自己天蝎座 丈夫金牛座 当敏感天蝎 遇上固执金牛 只能尽力替对方着想 有陈万水 陪着走千山万水 那句Thank you 也许更是宋楚瑜 最想说的 一句话 只能像是陈万水 还是NA